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跟測試一台超平價的手機 那這台就是我們的 Realme C3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Welcome to Realme Family 盒子裡面有一本快速指南跟另外一本快速指南 這小盒子裡面還有附一個小小的卡針 這手機背後的紋路非常非常特別而且 不會沾指紋 OK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10瓦的變壓器 跟一條Micro USB 這不是Type-C的線 要特別留意一下 OK 那我們開箱完成之後 接下來會使用這支手機幾天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支手機的優缺點 跟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OK 經過幾天的測試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支手機的優缺點 還有它的相機到底好不好 那我們直接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就是這支手機的外型非常有個性 它整個冰原都有做一個突出來的設計 所以你拿起來手機非常好握 整個手機的背後 從相機模組開始延伸的放射線 也非常有個性 第二個優點就是它加入非常非常多的小工具在裡面 像是螢幕錄製 耳機監聽等等 非常特別的功能 那它也有很多客製化選項讓你選擇 來達到更符合你的使用需求 第三個優點就是它的螢幕亮度可以到非常非常的暗 像我喜歡用暗暗螢幕的人 我都會下載其他的綠藍光軟體 但是這支手機根本不需要下載綠藍光軟體 它就夠暗了 第四個優點就是它的喇叭 聽起來非常的飽滿非常的扎實 而且放到最大聲不會破音 真的是超棒 第五個優點就是它加回原聲Android 10 刪除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的分頁鍵長按 我們可以開啟另外一個分頁 這是我超愛的功能 那但是Android 10原聲的它把它刪掉了 但realme又把它加回來 超棒 第六個優點就是它有獨立的三卡槽 所以你想要加多少的記憶體 你就可以加多少的記憶體 第七個優點就是它的電池非常非常的大 它有五千毫安時的電池 我可以直接使用八個半小時的螢幕亮起時間 算是非常厲害 這支手機效能的部分處在一個很奇妙的狀態 它是玩3D遊戲啊或者是玩任何遊戲 非常流暢非常棒效能非常好 但是你在開正常的應用程式 像是Google Chrome啊等等 這種普通的應用程式 反應非常非常慢 不知道它在幹什麼 而且這支手機發聲閃退 沒有回應的機率也有點高 我都不知道它是軟體還是硬體有問題 那雖然它的規格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整體使用的感受 不是很好 我覺得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感覺不太好 它感覺好像快要解體的感覺 非常鬆散 聽起來好像快要解體的感覺 而且它的拖延又很長 感受不是非常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音量鍵跟電源鍵是對稱的 所以你只要放在桌上 想要關螢幕的時候用力一捏 結果你就解了一張圖 你的手機就會充滿一些垃圾的截圖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它的電源鍵 我覺得它的電源鍵非常鬆散 好像快要壞掉的感覺 你聽聽看 一個電源鍵可以發出這麼多不同的聲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做出這樣的一個神奇電源鍵 下一個問題就是它預先安裝了非常多垃圾應用程式 像是手機管家啊 相簿啊 軟體商店啊 熱門應用 熱門遊戲 等等 重複的應用程式 那你完全不能解除安裝 你也完全不能停用 它就一直出現在你的應用程式清單裡面 亂七八糟 下一個問題就是它的微距鏡頭 加入微距鏡頭很棒啊 超讚的 但是它只有190萬畫素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190萬畫素的照相機到底是要幹什麼 講到了相機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測試相機的部分 我們在ISO100的時候 主鏡頭比較多彩色雜訊 但是非常容易處理掉 微距鏡頭的話比較多黑白雜訊 然後黑白雜訊就會比較難處理 動態範圍的話 主鏡頭可以下載第三方的軟體 可以拍攝RAW檔 那RAW檔你就可以輕鬆的回覆你的暗部 高光你也可以輕鬆的拉回來 沒有什麼大問題 微距鏡頭只能拍攝JPG 但是它的高光暗部保留細節還蠻多的 接下來眩光的抑制 主鏡頭表現非常的好 它的對比都還蠻強烈的 微距鏡頭的話不能拍攝影片 只能拍攝照片 但是用照片來看的話 看起來表現還不錯 下一個我們來測試就是內建相機的背景虛化功能 那如果效果全開 主相機有一些 不是主題的東西也非常清楚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主體邊緣也很多句詞沒有清乾淨 整體不堪使用 就玩完就好 接下來我們也拿到影片的部分 那我們影像尺寸最大只能 FHD 1920x1080 那影片的動態範圍我覺得算還可以接受 它的高光就稍微炸掉一點 暗部細節都還有 影片的自動對焦我覺得不太滿意 因為它的自動對焦點永遠都在正中間 那常常對不到我要的東西 那如果你手動選擇自動對焦點 點下去自動對焦完它就鎖定自動對焦 無法回到持續自動對焦 結果如果你要再自動對焦的話 你就要一直頂級螢幕 非常不方便 自拍鏡的話沒有自動對焦 那照片看起來就是普通沒有什麼太多的細節 自拍鏡頭拍攝影片的自動曝光太靈敏了 只要稍微動一下整個曝光大改變 效果不是很好 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支realme C3呢 那我覺得它非常適合給沒有錢 又想要玩3D遊戲的人 但是你買回來一定要先確認你的3D遊戲 到底會不會閃退 會不會沒有回應這種常出現的問題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realme C3 開箱、優缺點跟相機測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訂閱我們 讓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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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